各位亲爱的同学大家好 现在我们进入到第五诗课的单词讲解部分 我们先看第一个结构 第一个现在我们先看题目 题目叫The New Year Resolutions 大家注意The New Year Resolutions 这块叫做新年的决心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和先前的词汇所不一样的是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整体结构记下来 这个整体结构记录的意思就是 您知道比如说I haven't made any New Year Resolutions 我今年还没有下这个新年的决心 下决心的含义叫做Make New Year Resolutions 但是您知道我从来也没有能够坚持住 或从来没有实现新年的决心 这个词有哪个词吗 这个结构叫Stick To 所以现在我们要把它整体先记住 一是叫做Make 另一块叫Stick To 这两个都可以表示和New Year Resolutions的搭配 好 我们进入到第二个结构 第二个词呢是这样 就是Compile Compile的含义是这样 我们请先看一下大屏幕 就是To Make a Book List or Record Using Different Pieces of Information or Music etc 这个行业呢叫做编排 那我们这时候会发现 The document was compil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它说现在这些文件呢是由卫生部所编的 而现在我们的另一个搭配叫Compile Something From Something or For Something 待会我们会发现说 The report was compiled from a survey of 5000 households 而现在呢 那么你知道说这样一个报告是怎么来的呢 是对于5000户家庭的调查而来的 就这个结构呢 就属于叫做Compile Something from Something 这是一个状态 行 现在我们再回头看一下我们下一个结构 那我们下一块呢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个词呢叫Fominable Fominable的含义是这样的 Difficult to deal with and needing a lot of effort or skill 它的含义叫难以克服或难以征服的意思 所以你会发现它最经常的搭配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叫Formidable Task or Formidable Challenge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样说 The Formidable Task of Local Government Recognition 那么对于现在是这样 就是我们就再有一个叫做Formidable Task of Local Government Reorganization Government Reorganization这个叫做重新的组织 但是问题是Formidable Task 它的含义叫做一个非常难以完成或兼具的任务 而另一个词汇呢叫做Recur Recur的含义当然叫做重新出现 所以你看我们这样说 There's a danger that a disease may recur 那么现在还是那些疾病会有重新出现的危险 当然我们会发现 Love is a recurring theme in the book 爱情是在这本书当中一再出现的一条主线 所以你会发现它的搭配 Recur的是一个动词 另一块recur可以变成它的形容词叫recurring 变成叫recurring dream 就是老是在做的梦和recurring nightmare 经常的一种梦言 他们这些情况都是一个状态的 都可以表示叫recur 所以这是我们提到的这么一小块 好 我们再回答关注一下 我们下一个词汇叫invalerate 这个invalerate 它的搭配一般是两个 一个叫做liar 一个叫smoker 就是指你经常做一个事 当然我们把它叫做根深蒂固的 像第一个老说谎话的人 和第二块老抽烟的人 这个挺奇怪的 可能老说谎话和抽烟差不多吧 很难戒掉 那么另一块叫invalerate fondness 和invalerate distrust 或者是invalerate hatred 这个的含义指的是一种态度 一般来说 就是你会有这个态度好久好久 所以这一块来说 而且它不能改变 这个叫invalerate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一贯喜欢 一直喜欢 比如说我一直喜欢英语 一直不信任什么什么 一直恨谁都可以 这个叫invalerate 所以现在跟盛老师读一遍 invalerate liar invalerate smoker invalerate fondness invalerate distrust 和invalerate hatred 好这是我们第五个词汇 那么下一个词汇叫ambitious ambitious的意思是 有雄心壮志的 所以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我们说Alfred was intensely 注意 intensely ambitious 非常的有雄心壮志 obsessed with the idea of becoming rich 而且他有一个信念 一定要发财 他的一个结构叫做ambitious for something 当然我们会发现mothers who are highly ambitious for their children 望子成龙的妈妈 就叫做ambitious for 所以这是第六个词汇 第七个叫acidious acidious含义是这样 叫very careful to make sure that something is done properly or completed or completely 这个叫做非常勤奋的 那么大家会发现在括号里面呢 你会发现另一个比较难的词汇 这是一个gye的词汇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去 目前先看一下 但是现在三册呢还不要求完全掌握 它的一个搭配是这样叫 cidious in something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说 he was sedious in attendance at church 这个人呢是经常去教堂 经常去教堂他现在 咱们再解释一下 他呢是经常去教堂 这个情况叫做 he was sedious in attendance at church 那么另一个词汇呢叫做betray betray is这样 to show feelings that you are trying to hide 就是指用动词词组说呢叫give away 这个含义叫做背叛 或者指的是出卖的意思 这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这样说叫 his voice betrayed his nervousness 那么他本来想掩饰住自己的紧张 但是呢这回他的嗓音啊 出卖了他这一点 就相当于让大家看出来 比较紧张 你们看出来石老师非常紧张吗 那么这是一块 这个状态叫做betray 另一块呢叫 his face betrayed nothing 那么你会翻译betray nothing的含义叫 show no emotion 表现不出任何的一种情绪 这个叫做betray 所以这些东西呢 是我们在这块所去学的一个 那现在我们再回头去看下一个 hypnotize hypnotize的含义指的是说呢 叫让谁昏昏欲睡的 比方说to be so 大家注意啊 让谁昏昏欲睡的这块啊 这个很少去我们一般人使得到 因为它本来的含义叫 就是催眠 但是你知道另一个词啊 就有点像让一个人催眠一样 比方说您要是学 新干年语第三册 哎你看着这个书吧 你看着看着 就像睡着了 注意啊 我说的是像睡着了 而不是睡着了 那这个情况叫谁啊 当然叫做be interested in something 这个叫做如痴如醉 如果您真看着睡着了 那就叫睡着了 但是眼看着 是像睡着 但是没睡着 就像是一个已经完全投入的人一样 这个时候叫做be hypnotized by something 这种我们就可以说 比如说we were completely hypnotized by her performance 我们是对她的表演如痴如醉 就像是睡着了一样 所以呢 现在这些词汇啊 就是我们在第五十课 大家所需要掌握的重点词汇 好了 我们的词汇讲解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 再见 中文字幕 Mercioda 感谢观看